哈喽,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y 讲到日本动画,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 宫崎骏、安野秀明、新海城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金敏 那么谁知道日本漫画之父是谁 估计喜欢动漫的朋友就会说是首种志崇 他是日本最早的漫画家 同时也是现代日本漫画分镜的创立者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动画片 又是谁先想到并制作的呢 日本是世界第一动漫强国 首种志崇把日本现代漫画发展化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玩具时代 漫画只是供孩子娱乐的道具 第二阶段,清除时代 漫画被视为低俗浅薄的读物 第三阶段,点心时代 父母和教师勉强允许孩子 可以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看一点漫画 第四阶段,主食时代 1963年TV动画《原子小金刚》 香港叫做小飞侠阿童木 在电视上连续放映 许多家庭中的大人和孩子一起观看 漫画得到了社会的肯定 第五阶段,空气时代 漫画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六阶段,记号时代 漫画成为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相互沟通的记号 最早的动画产生在1917年 夏川凹天创作的《玉川略三玄观一番之卷》 被公认为日本的第一部动画片 1906年夏川凹天因看见了东京小精灵的漫画家培训广告 而败露北则乐天门下 1907年乐天创夏川凹天曲读书 却因成绩差而被退学 同时被乐天开除出师门 不过他坚持学习动漫 并在1917年首创的动画《玉川略三玄观一番之卷》 当时的动画还是单色无声动画 内容是将一位自称武士的人得到了一把宝刀 可是他完全不会使用 但是得到宝刀的武士总想与人比武 可又怕打不过别人 当然最好就是找个蛮人 结果被蛮人一脚踢飞 然后想欺负一个农夫 结果也被对方轻易打倒 甚至连所谓的宝刀也弯了 不要看仅仅是这么简单的画面和故事 在1917年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 之前可是从来没有过会动的漫画 二战期间 这时的动画已经可以在黑白画面的基础上 配上了音乐以及生效 使得影片看起来更加生动 由于正是战争时期 所以动画淘汰狼系列都是鼓吹军国主义的题材 接下来日本战败后 反战题材的动画影片颇受欢迎 并且影响深远 其间的代表人物是被日本动画界誉为怪人的动画大师 大腾姓郎 1952年 姓郎的作品精彩色化 虽然说已经彩色化了 也加入了声优配音 可依然是用剪影模式制作的动画 大致故事就是一群人出海 不幸遇上了海难 那些大难不死的人从海中救了一个女人 自从女人的出现打破了原本的瓶颈 木筏上开始了女人的争夺 男人们纷纷不顾危险杀死对方 最后女人被鲸鱼所救 其实女人是人鱼的化身 这部动画片成为首部获得国际大奖的日本动画片 大腾姓郎在日本知名度极高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腾奖 更成为日本一流的动画片奖项 1974年 日本动画进入了成熟期 从这个时期开始 日本成立了自己独有的动画风格 逐渐走上了世界动画的舞台 70年代初期 日本涌现出大批科幻机械类的动画 其中富野有优记就是干旦系列创始人之一 当然还有1982年和森政治的超时空要塞 也是那个时期的经典作品 进入了80年代后 就不得不提起一位大师 宫崎俊 他摆脱了之前的风格 以剧场版动画为舞台 走出了一条宫崎俊式的唯美路线 传达着人与自然神灵的和谐 影片的思想触发了人类的反思 对自然与神灵的敬畏之情 1984年的风之谷奠定了宫崎俊日本动画宗师的地位 2001年宫崎俊的千语千询获得了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精雄大奖 和第75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篇奖 宫崎俊在日本已经成为动画的代名词 成就与地位无论能及 而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经典 譬如说龙珠 圣斗士新史 足球小将一 北斗神拳 乱马二分一等等 不过80年代我最喜欢的也是最感人的动画 就是《再见萤火虫》 新潮社创立以来第一部推出的动画 高田薰加宫崎俊两人同时制作动画 在当时可是最热门的组合了 原本《再见萤火虫》是一本半自传小说 讲述了二传结束后 在火车站有一名虚落死去的少年 当车站人员将少年的尸体挪开时 发现他身上藏有一罐 生气有开不了的糖果罐 对糖果罐不感兴趣的站员将他扔在地上 没想到罐头开口洒出白色粉末 其实这是少年先前死去的妹妹 所烧出的骨灰 之后以倒叙的方式开始描述 先前少年与他妹妹在躲避神户大空袭时 所面临的种种一切 最后妹妹因营养不良去世时 给我带来的冲击实在太过强烈 泪水让我无法释怀 如同感受到了战争的可怕 人类在相互毁灭上估计是最有经验的生物了 虽然复仇与征服带来快感 但是被战争洗礼的人们 各种无法拯救的悲剧真的是人们乐见的吗 就像这次的乌克兰有一位95岁的犹太人 罗曼申科 他年轻时亲身建立了四个纳粹集中营 四次都幸运地躲过屠杀 可是他竟然在95岁的时候 被俄罗斯的炮火炸死 这些无辜的人们不应该被这样剥夺生命 进入90年代 是动画种类开始精细化的时代 各种题材暴露万象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动画 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有值得回味了反派像悠悠白树的鲜水 和憨唐憨唐的蚁王 当然不能少了押紧手创作的攻殼机动队 估计未来的元宇宙就会类似攻殼机动队的感觉吧 还有我们一直在讲的 EFA也是90年代的经典 日本动画比较可以阐述深层次人性 不像美国动画多数都是各种英雄故事 或者童话故事的内容 2000年后更有上于讲述梦境的盗梦侦探 我之前有讲过这部动画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对这部动画的分析 当然现在动画已成为日本的经济支柱 在世界占有重要位置 年产值230万亿日元 日本动漫产业模式完整 动漫产业及其衍生产品占日本GDP的比重超过10% 已经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 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漫产业创作输出国 进入了21世纪 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 所以在精神摆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热血 努力奋发的元素 后宫型动画逐渐流行 后宫动画简单理解就是 一位男性角色与多位女性角色发生暧昧爱慕或者性行为 因为除了男主角外的男性都是没有竞争力或不介入的配角 男主角就如处于后宫 当然如果是一位女生与多位男生的故事 就会被称为逆后宫动画 而后宫动画还分真后宫与伪后宫 其实伪后宫的动画非常多 前期借用后宫模式来吸引眼球 例如我们还在讲解的 F也是属于伪后宫的类型 是否真后宫主要看结局 如果结局是与多位伴侣一起 那么就达成了后宫的条件 当然后宫作品也会受到各种批评 这类作品经常因为出现诱人情色内容等 也就是所谓的杀必死而被批评 美国对这类作品的负面看法尤其常见 另外也因大量的成千烂调 和毫无创意的角色等因素被批评 这类作品中对女性角色非常负面的描写 女性角色性格重复 而且具有男性至上的思想 很少有较具深度的刻画 那么大家常说的杀必死又是什么呢 杀必死其实是指福利的意思 是日文service的音译 而这个日本其实是英文service的服务的意思 但是在中文杀必死就带有额外的福利的意思 最早安野秀民兼制的复刻版 Cutie Honey 在概念上可以称为1970年代的杀必死作品 因为女主角在变身时衣服会碎裂 女主角的裸体落影落线的时候 就满足了观众的性需求 然而当时还没有将此概念称为杀必死 多是以清凉画面称之 到了1980年代 由于美少女作品的兴起 加上大量阴影元素的诱导 杀必死的概念比1970年代更加普及 但当时的漫画家只是停留在偶尔服务读者的程度 并不会在故事中大量使用 而且暴露的程度也不高 在当时露出胸部已经被认为是最大胆的举动 而日本杀必死的称呼 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 日本的有害图书整数运动 规管整个ACG界 于是杀必死被迫收敛起来 杀必死的暴露程度 也是仅限于比基尼泳衣这种少量的性感 不过志松剑在创作电脑情人梦时 已经大量启用杀必死情节 但是将杀必死复兴普及深化的是 纯情反动俏凡客 1995年的动画 新世纪福音战士 在每一集完结时的下集预告 都会由其中一位女性角色说出 下一回也是杀必死杀必死 后来在中文中产生了杀必死一词 直到现在 由于纯情反动俏凡客开了成功的先例 杀必死不但鉴于主流漫画杂志 也从服务演变成异物 过去观众会议有会很幸福 没就稍微失望的心态去看杀必死 不会认为它是必须的 现在如果一部标版为杀必死的作品 不是每一集都出现杀必死情节的话 就会受到观众的批评 因为杀必死已经被视为理所单了 同时杀必死的暴露程度也越来越高 甚至到了被批评为低俗的地步 站下去 有很多没有才华的作者利用杀必死元素 将一些有才华的作者挤出AC机械 使得整个AC机械的质量下滑 AC机械是指Anime、Chemex与Games 也就是整个动漫游戏产业的意思 不过这是台湾以及华语圈的称呼 在日本不使用AC机这个词 较常使用的类似概念有MAG 日本的爱好者兼常用二次元来表示 一系列的动漫文化 由于现在动画充斥着大量这些性诱惑元素 的确导致尝试探讨内心 社会问题等深层内容的作品越来越少 希望我们未来还可以看到优秀 有着丰富内涵的动画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